大家好 今天是11月17号星期四 我们复盘一下今天的情况 欢迎您为视频点赞 也感谢您成为会员 会员费是2块9毛9每个月 我们先看宏观层面的重磅消息 说两党分控两院美国经济洗油参办 我们重点看一下对未来金融市场的影响 经过近10天的计票 美国2022年中期选举基层定局 新国会将形成民主共和两党 分控参众两院的分裂格局 拜登也将成为颇角总统 未来各项政策的出台都将面临重重困难 与此同时 这一影响很可能将深入到未来两年 美国金融市场以及社会民生的方方面面 对于金融市场来说 分裂政府利弊兼有 此次民主党如市场预期 失去对两院的全面把控 这样的结果被业内普遍认为 对股市相对有利 国会两党由不同政党主导 实际上代表着任何可能 动摇经济前景的重大立法 都难以轻易过关 经济可以在没有不利政策 威胁的情况下自行发展 同时大型科技股也将迎来利好 在共和党赢得众议院的情况下 美国国会可能很难通过 针对苹果亚马逊等科技巨头 反竞争行为的全面立法 白宫正计划在中期选举后推动 反垄断立法 共和党已明确表示 他们将不会支持这些法案 那么科技类的受益 在税收方面 民主党预将企业税提高至25% 并施行15%全球最低企业税率 在共和党重掌众议院的背景下 这些经济议程将会遇到更多的阻力 同时对石油企业征收 暴利税的可能性也会消失 从积极的角度看 非列政府的出现 可能意味着美国经济下行压力更大 美联储货币政策紧缩的节奏可能放缓 美债收益率可能会逐渐回落 从而推动美股奇稳 对于外汇市场来说 美元指数可能也将随之回落 从而有利于稳定国际外汇市场走势 和跨境资本流动形势 降低国际市场波动情况 然而政府关门削减医疗保险 债务上限等一系列问题 正笼罩着美国国会 美国当地时间9月30号 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临时预算案 以避免政府对于当天午夜关门 该临时预算案将维持政府正常运转至12月16号 也就意味着在12月16号 该临时预算案资金用具之前 两党仍需就新财年全年预算案进行商议 截至10月 美国未尝联邦政府债务余额已经升至31.1万亿美元 正在逼近31.4万亿美元的上限 美财政部需经过国会批准 方可提高债务上限 未来共和党将以此为由 迫使民主党在医保税收议题上妥协 那这个呢是一部分分析哈 我们呢也仅供参考 那就是说利好我们的美股了 但是啊 由于现在还处在趋势上啊 或者说技术分析上的一个熊市哈 所以呢 有企稳的迹象 但并不意味着是强势牛市哈 这也是符合我们之前的一些预期啊 但是呢 我们还是以技术分析为主 嗯 好 这个呢就是啊 重磅的一个消息分析哈 大家可以再看一遍 另外 峰值可能在5%到7%之间 美联储大鹰派说 需要进一步加息才能达到限制性水平 布拉德表示 到目前为止 加息对通胀的影响有限 华尔街的这个大航野村和高盛呢 上调美联储政策利率预期后 美联储大鹰派也向市场 明强示警 称需要进一步加息才能达到限制性水平 当地时间周四 圣路易斯联储主席布拉德在一个活动上表示 即使在慷慨的假设之下 政策利率仍未处于一个可能被认为具有足够限制性的区域 为了达到足够限制性的水平 政策利率将需要进一步上调 他向现场人员展示了一张表 该表显示呢 具有足够限制性的利率可能在5%到7%之间 不过他并没有在讲话中挑明他PI的利率峰值 根据鲍威尔在11月货币政策新闻发布会上的说法 利率峰值或将高于9月份的美联储的预期 即4.6% 他还说 迄今为止 货币政策立场的变化 紧缩政策 似乎只对观察到的通胀 产生了有限的影响 不过布拉德又补充声 市场定价显示2023年将出现通货紧缩 11月初美联储继出75个基点的加息幅度 将基准利率上调至3.75%到4% 而在此之前 布拉德暗示称 美联储可能会在11月和12月的两次会议上 分别加息75个基点 对于12月的加息幅度 美联储理事沃勒更支持50个基点 市场在美国CPI超预期放缓之后 也预计50基点几乎板上定定 好 这就是今天比较重要的一些宏观消息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大盘的表现 那么今天这根K线 对于多头来说 是一个比较漂亮的一个K线 标普白指数期货下跌0.33% 比如说下跌了怎么还好呢 你看他踩下来又弹起来了 那这不对多头有利 那刚才我们说 两党的一个分控 两院的这种平衡 相对均衡的格局 实际上是对美股是有利好的 对吧 那么但是在美联储这方面 又有独立决策权 那么后续 政府这边应该是倾向于稳住美股 调低美元 这个稳住 国债收益率 等等一些策略 但这只是一种猜测 那难道共和党就不会变一变态度吗 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局部领域 比如说个别行业的一些 这个变化 对吧 那对于整体来说 今天这个K线对多头就是一个好的信号 那么后续我们上行的概率会略高 那即便是如此 按照我们刚才对宏观大师的一个判断 恢复到牛市的话 也不是强势牛市 那何况现在还没有恢复 所以多头仍旧应该做短期波段的一些预期 就可以了 不要过多的乐观 他对这个图来说 我们应该继续看涨 这个下引线越来越长了 那么后续上涨的概率会略高一点点 好吧 我们看一下纳萨克指数期货也是如此 那今天踩了一下之后 后续上行的概率就会变得较高 我们维持一个上涨波段的一个看法 道琼斯指数就是没跌下来 那么今天好不容易破位了 但是又弄上起来 那这样的话你还得再看一天 对吧 这相当于对这根上涨趋势线的一个向下突破 然后又反弹回踩测试是吧 那么这样的话需要明天的阳线啊 止跌确认或者是阴线下跌确认 对吧 哎 按照今天我们宏观层面的一个分析呢 是吧 这个走牛市啊 或者说不走熊 不走大熊市的概率肯定是在提高啊 就是走弱势牛市 好 好我们看一下罗素 罗素今天线今天也是往下测了一下 那这样的话 他有效明天啊 在这个趋势线附近的一个止跌信号才行啊 好吧啊 理论上他呢 他这个空间不像其他的大啊 当然他向上突破之后 那空间就大了 哎好 那今天啊折腾了一天啊 没想到多头又回来了哈 所以继续看多是吧 所以这市场啊不到收盘你是不会感觉到最终的一个博弈的结果的 如果有的啊 这个人啊 在过程中就放弃了多头 那很显然你现在看到了之后呢 会后悔哈 好 这就是博弈的残酷性啊 所以我们啊 以日线为基本单位去看 会更符合最终的一个博弈结果 那有些人啊 在这个过程中啊 就开始就就放弃了 那那那 那你就会后悔 那你就需要重新去布局啊 那现在重新布局应该布局多单 会好一点 再看标普 他踩了一下这个高点啊 也就是前期的波峰 之后呢 有止跌迹象 那么只要接下来是根阳线啊 甚至是小阳线都是OK的 对吧 好 说后期会不会走什么样强劲的牛市 刚才说过了啊 强劲牛市啊 对他的一个信心并不是很足 震荡史啊 注意我们在熊市中呢 有两种走法 一个是大行震荡下行啊 还有一个是无需震荡 无需震荡其实也挺难的啊 波段化的一个操作能力也是要求较高啊 好 我们看一下黄金 今天的黄金的日线 延续了一个下行的走势 那这样的话 应该继续看空的概率会啊 或者说看无需震荡的概率会略高 我们看一下四小时图 嗯 今天盘前我们给出了思路是继续空啊 或者是等待一个反弹高点再去空 那么现在呢 还没有这个 这个这个没有完全止跌的一些迹象啊 只是一些小阳线啊 或者小时的形象 我们应该画一个下跌趋势线 那好看后续啊 现在呢 现在的单子应该是延续今天盘前下跌啊 就是做空的单子啊 那么这个 他接下来会不会突破上去 需要下一个交易时段的盘前在意啊 那我是觉得应该明即便是上行 应该风高布局空单会好一点 好吗 好 这个是黄金 我们看一下原油 原油今天下跌的幅度比较大啊 下跌 再次测试到这个支撑区 下跌了3.8% 我们啊 看到一个非常强势的大氧气啊 但是我们如果数日线级别的浪行的话 已经有五浪了啊 12345 对吧 五浪之后呢 应该选择做多胜率会略高 我们看一下四小时图 我们今天四小时图呢 在这个小阳线这哈 他没能延续 那多头应该止损是吧 多头应该止损 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密集的小横盘啊 那谁知道他会啊 这个继续往下跌呢 以完成一个日线级别的五浪啊 那有时候跌有时候不跌 对吧 那这样的话 我们明天呢 需要看这里的止跌一个情况 啊 就明天去了 下一个交易时段就应该看啊 看这里止跌情况应该反弹做多 如果继续跌呢 这些就止损 对吧 有时候我们啊 这个分析的过程中呢 他每盘交易时段 他分析不到啊 所以啊 你就啊 被迫止损了哈 但并不是所有的时候分析都是这样 有时候他这个健康的这个 对吧 这个可以先正好出现啊 有时候正好是啊 到美股时段跟你逆转一下 嗯 好 那明天我们啊 盘前再看啊 这里能不能止跌 嗯 好 这个是原油啊 原油我们近期看的是一些震荡啊 无需震荡 那么后期会不会走熊市啊 我是觉得呃 先不要看那么远吧 先不要看那么远 好 我们来看一些重要的标的啊 我们先看一下今天市场的一个分布情况吧 看一下美股 今天美股下跌的股票数量啊 这个达到7700指 上涨有3800指 空头是略微的胜出啊 我们看到大盘指数在尾盘也是微微的拉起来 对吧 那么领涨的行业板块主要是一些中概股 是吧 有人不爱中概股也没关系啊 好 我们看一些这个呃 表弟 有人问富途啊 我们简单说一下富途 富途呢 还是延续了此轮上行的一个波段 这个波段呢 目前还没有走完 我们上次是说走一个对称位就可以了啊 大概同样的距离 这个这么高 这么高的一个波段 差不多了 对吧 差不多了 就就开始慢慢卖掉了 对吧 但是先留一点啊 破位之后 这根趋势线被向下破的声 再再完全跑掉啊 看看能不能再走一个啊 再走一劲啊 他如果极为乐观的话 走到这啊 走到等距离的位置 他如果不乐观的话 就是开始无需的闹 哪种情况都有可能啊 这个不是我自己来判断 这是啊 所有的技术交易者都在判断 是能否突破 对吧 所以接下来我们是对阻力区的一个啊 我们现在分析的是震荡行情里的一个波段 对吧 我们应该对震荡行情波段的一个阻力区呢 中性预期 也就是说假设他突不上去啊 那如果突上去的话 强劲 突破 回踩止跌 再做下一轮的一个震荡 是吧 那如果突不上去 会有明显的双重顶出现啊 例如这单阴线出现应该离场啊 那现在还在趋势线的左侧啊 我们应该等待 这个跌破这个多头趋势线啊 在意 不能去追高 是吧 不能去追高啊 多头跟空头的力度差不多啊 这个时候呢 我们应该看啊 对阻力区的一个破位情况 无法线上突破 那就说明啊 要空 好 我们看一下半导体行业 我们今天盘前对半导体行业说要见底了吗 呃 理论上啊 那个行业分析啊 者认为他有可能见底 但在技术位上呢 啊 当前需要有一定的回落止跌的一个表现 我们应该继续观察啊 继续观察 他当前还在这一根大型下跌去上的临界位置 博弈 我们需要看到更多强势阳线 先是拉升 再回落啊 再止跌啊 例如刚才我们看到的浮图是吧 突破上去之后呢 先走一波啊 或者是突破之后 先回落一波 是吧 再拉一波 再洗一波啊 其实后续呢 走震荡行情的概率会略高 那这样的话 我们对于大事的一个判断啊 美股 整体大事 即便是啊 不带暴跌了啊 他这个呃 多头呢 也需要反反复复的震荡一段时间 对吧 这只是一种情况而已 那么后续会不会走熊市呢 这个也一定 继续震荡下跌的概率也是有的啊 所以不能完全的说一定会走牛市 一定会走震荡 这都是不一定的啊 我们只能说啊 这个一步一步的做 他不像我们在牛市里 我一直都说啊 做多不着急 带好直损是吧 这可不一样啊 震荡 震荡行情是比较难以分析的啊 嗯 也难以交易啊 比如说震荡行情还不容易啊 你看 不容易啊 震荡行情你是事后看到这样的 他不像趋势啊 就一直往上走 就拿着就行了啊 嗯 好 我们看一下 呃 波音啊 今天的传统股啊 也是啊 在回台这里 大家看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W的感觉 但是呢 但是什么 但是他会突破之后啊 他下落了哈 你看 突破这个高点之后啊 几个线 所谓的 打可能的W的几天之后 突破回踩 那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止跌 信号才行 那今天只是一个 再次落回到下跌区 啊 再次落回到这个阻率区的一个反弹 测试阻率区 我们需要他再重新站上去 那这样的话 上行测试 上方这个下跌趋势线的概率就会提高 也就是说 他也需要看明天 理论上 今天盘中的过程中 往下跌啊 就表明突破失败了 突破谁失败 突破这个横向阻力区 突破这个高点失败了 你看 突破上去之后 又 从目前的视角来看 他落回来了哈 但是啊 又再测试到这个阻力区 所以明天如果能站稳的话 上行的概率就会略高 如果无法站稳啊 接下来一段时间啊 几天 无法站稳 反反复复在这啊 上不去 那就应该中性预期了啊 也就是说市场还是倾向于震荡 对吧 他也走完了一个什么样的波段 大家看 多 回落 多 这是等距离的一个位置 好 这就是我们对市场的预期哈 那么对于星巴克来说 今天有一些重大事件哈 这个图呢 并不是很好 我们看一下星巴克 啊 由 这个首先是业绩啊 变差 其次今天啊 对他来说 好像有这个游行哈 要要加薪哈 员工 对这个图来说 我们应该怎么看 他实际上是一个反弹拉升 我们上次 呃给出的思路呢 是看多啊 但是现在不能去追高了哈 要看他回落 好吧 他上方的阻力区很明显 就是在当前 那 附近吧 你看上方 横盘 所以我觉得他有可能要洗一段时间哈 此轮的反弹波段过于的陡峭 应该等待一个明显的回撤 好 我们看一下BRK BRK实际上也暗示啊 这个接下来走势走势的一种可能性哈 就是 呃 这个在左侧啊 这边是这样啊 这是底 现在是一个突破 那按照其他图的走法呢 有可能要回落一下 对吧 所以啊 同时呢 我们数浪的话 这也是一个五浪了哈 从低点开始 12345 那这个位置 看看能不能形成双重顶啊 啊 我们的极限止损位置是在趋势线破位 破位之后你就应该波段化处理哈 现在不是纯牛式啊 应该等待一波回落啊 或者是明显的止滴 然后再重新再做一波 对吧 波段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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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这些领领领先的图呢 好像走继续走大熊式的概率会略低啊 好 我们看一下龙头骨 骨鸽 骨鸽今天回落的力度不强 那这样的话 多头应该建藏做都 继续走一波 跟我们的纳斯达克指数差不多吧 拿上一波之后停顿 我们上周 分析来着啊 周末的时候复盘说啊 都需要若是回落 那只不过今天回落到周四了啊 为什么 因为有一些啊 大选的结果要看啊 那这样的话 止跌的话 应该再做一波是吧 阿斯曼尔是不是走了一波ABC 那这个图也有可能啊 我们应该建藏多多啊 好 我们看一下CCL啊 这个图呢 之前啊 也是走的比较陡峭 那现在呢 有止跌迹象吗 啊 有一点点啊 啊 那多头可以适量的建藏吗 嗯 也不是说不可以啊 可以啊 我是觉得微微建藏是可以的 你看他就到了这个位置吧 所以很多图还没有到这个位置啊 应该预期 对吧 嗯 好 我们看一下特斯拉啊 今天的特斯拉下跌2%左右啊 那关于特斯拉的消息面呢 就是董事会和呃 CEO马斯克之间的一个诉讼啊 或者是呃 问题吧 啊 那么对于特斯拉来说肯定不是一件好事啊 这个涨 要不就是他们自己弄弄一些这样的消息面 在打压股价呢 啊 总之呢 我们啊 少量布局是对的 那么如果明天能够给出一根阳线的话呢 就更漂亮啊 它是一个局部的底部了 对吧 嗯 好 也需要叫上时代的一个震荡啊 我们看一下军军线啊 军线是一个空头排列 因此呢 想要上行 必须得形成一个底部结构啊 或者横盘结构才能往上突 嗯 说他有没有可能跌啊 有啊 有 但是 看一下明天这根K线吧 对吧 啊 好 我们看一下木头节啊 ARKK ARKK还有希望吗 有啊 有点希望 我们看一下军线组吧 嗯 军线组还有点压着他 所以就算了 不要不要看了 看裸K的话 多头啊 这个局部的高点在提高啊 那么只要啊 这个低点能够相对稳住啊 我们就是少量建仓的一个机会了 对吧 嗯 还不能一直跌呀 对吧 好 好 我们再看一个传统股就结束啊 我们看一下迪士尼啊 迪士尼呢 也在回路啊 再次回踩这个低点 这个车胜区 也是需要看到明天的一个指低啊 指低之后呢 才有可能往上再测啊 测上方的一个大型下跌趋势线 所以近期呢 啊 随着大选的一个基本落幕啊 还有这个这个两院的一个争夺的基本的结局大大事一定啊 所以后续呢 市场将继续走啊 一些预期和一些技术名啊 啊 也欢迎大家成为我的会员啊 会员费是两块九毛九一个月啊 我们会分享一些视频 好 明天盘前见 拜拜 拜拜